2023鬼卯年将会发生什么 64卦中的烽火家人是怎样的一番卦象 古老的中国占卜对2023又是怎样预测的呢 光阴荏染时间流逝 转眼之间我们即将跟2022年说再见了 新的一年似乎已经在向我们招手 那么你知道即将到来的2023年是怎样的一年吗 公元2023年是公历平年 一共有52周365天 这一年是农历鬼卯年 如果按照公历来算 那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月21日为农历人银年 也就是说这段时间还是虎年 2023年1月22日至2023年12月31日为农历鬼卯年 也就是兔年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年还是我们亲爱的共和国成立74周年 在新的一年里 如果我们能够提前预知这一年的状况 那么趋吉避凶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都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虽然现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但远远没有到能够预知未来的程度 而中国流传几千年的五行八卦 阴阳之数 虽然不入科学之流 但冥冥之中 却凝结着古人对生活的体察与智慧 一经中的六十四卦 及五行阴阳之大成 对于新的一年 我们有必要在六十四卦中提前预知一二 根据一经中的六十四卦来推演 2023年的植年卦为烽火佳人卦 烽火佳人卦是六十四卦中第三十七卦 主卦是五卦梨卦 客卦是三卦迅卦 迅离向迭 下卦为离 上卦为迅 离为火 迅为风 发生于内 形成于外 活时热气上升 成为风 一切事物皆应以内在为本 然后延伸到外 其中主卦和客卦的阳述比为五比三 烽火佳人卦的卦词为 家庭伦理贵和谐 主妇柔谦 福字多 内政家旗能外顺 问求女士乐心心 从卦词来看 烽火佳人卦的卦译 大致为 外卦为风 内卦为火 风筑火势 火筑风微 所以有相辅相成 相互帮扶的意思 当和别人一起做事 或者做生意 会取得顺利的结果 家庭也会和睦 是一个小吉卦 按照烽火佳人卦来讲 在这一年中 事业的成功与否 取决于家庭的情况 因此一定要 志加言明 防止后院起火的事件发生 可以说在这一年里 事业成功的前提条件 就是夫妻和睦 家庭和谐 只有循序渐进 不断坚持 由内而外 才能有所成就 如果在这一年经商的话 一定要像对待自己的 家庭成员一样 对待自己的员工 要严格约束员工的行为 并且将领导权 紧紧集中在自己的手里 和生意伙伴 精诚团结 日积月累 才能有所得 总之 在这一年里 要努力做到家庭和睦 和家人相互扶持 和朋友相互帮助 才会有一个顺顺利利 平平安安的一年 《黄奇经事书》是怎样的一本奇书 这本书中 究竟有何奥秘 千年前的一本 《易经著作》 为何在2023年的经典 依然引人注目 上文中的《烽火佳人卦》 是周易中的 六十四卦之一 同样后世中也出现了一位奇人 精通周易 深谙天术推演之道 以周易为基础 推演出了一本奇书 这本书道理深奥 很多有名的占卜大师 和周易研究学者 对于书中的内容 也只能做到一知半解 而传说能够完全读懂这本书的人 将掌握宇宙的奥妙 通天彻地达到前之五百年 后之五百年的境界 这本书就是被称为中国占卜第一奇书的黄极精士书 如果你有幸浏览过这本书 你会惊讶地发现 这本书的每一个字你都认识 甚至还十分简单 就是这些最为简单的字连接成的句子 你能够流畅地读下去 但就是不知道它讲的是什么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 人们往往把这本书叫做天书 而写下这本书的人更是一个奇人 他就是北宋的少庸 跟很多奇人小时候一样 少庸幼时就天资聪慧 不仅脑瓜子灵光 而且还十分好学 按理说在封建社会 这样的孩子一般都会走上科举考试的路子 然后一路高中 求取功名 以此来风妻因子 光宗耀祖 但这位少庸很小 就对科举功名表现得平平常常 不就是考试做官吗 我有这个能力 但我就是不感兴趣 这位颇掘隐世风范的奇才 打小就讲着以后归隐天元 研习学术 长大后的少庸 几乎是无所不学 涉猎极其广泛 数学 哲学 佛学 甚至茶道等等 他都有很深的研究和见解 称得上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在他好如烟海的知识体系当中 最出名的当属占卜风水之术 在很小的时候 少庸就找了一个 深通道家学说的师傅 受其影响 长大后的少庸 也常常是一副道家学者的打扮 他学识渊博 才华横溢 却醉心于咸云野鹤一般的生活 很多仰慕少庸才学的人 经常络绎不绝地去拜访他 请他出来做官 但都被他拒绝 到最后 皇帝亲自下旨请他 也被他蜿蜒拒绝 在世人眼里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怪人 但在少庸眼里 只有喝茶种田的闲散生活 才能让其有足够的时间 去研究一里玄学 聪明绝顶的少庸 穷尽毕生之经历 似乎终于将一经占卜的奥妙了然于胸 为了让后人能够知道 并了解自己的学习成果 同时啊 也为了指导后事 邵勇写了很多书 其中就有占卜奇书 梅花艺书 黄极京士书 黄极京士书呢 是邵勇根据和图洛书 以及周易先天六十四卦圆图所创造的一种 极为特殊的宇宙运算法则 该书呢 一共有十二卷六十四篇 其中啊 前六卷的三十四篇讲的是 圆会运势 也就是呢 邵勇创立的特殊宇宙系统法则 后面四卷呢 是通过绿缕声音 并结合前面的圆会运势 对自然的奥秘进行探究 总体来讲啊 黄极京士书 就是从天道验证人道 又从人道验证天道 眼见一开 却有道理深奥 黄极京士书 为何能预测世界十万年 人类的命运是否固定不变 世界的轮回是否千篇一律 过去的一年 这本奇书中的哪些预言 被准确实现 在黄极京士书中 圆会运势都是属于时间概念 一势也就是三十年 一运等于十二势 也就是三百六十年 而一会就是三十运 等于一万零八百年 一运等于十二会 即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在黄极京士书中 圆就是最大的时间单位了 一运就是一个轮回 对于轮回的解释 书中和世俗中的定义一致 也就是循环往复 比如今天在大街上 遇到一个好看的小姐姐 那么一运也就是 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之后 你们两个还会相遇 之后呢 邵庸大胆地将 六十四先天卦去掉 乾坤坎离四卦 只留下了六十卦 然后搭配天干地支 和二十四节气 来表示 元会运势的概念 通过这样的改变 与组合 就可以推算 历史的演进了 这也就是 黄极京士书中 最为神奇的一点 奇人少庸 简直就是 想通过一本书 来做神仙 才能做的事情 当然 这本书中啊 还有许多 目前无法解读的地方 而要按照书中的 方法推演 更是要熟悉 一经画像的 占卜大师去实践 我们普通人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 晚年的少庸 曾经用这本书中的方法 准确推算出了 自己的死亡日期 而现在 更有人用这本书 来算一年的运势 2021年的时候 有人通过 黄极京士书 推算出 该年的年卦为 山火壁卦 这个卦象的意思呢 就是表面华丽 但实际表里不一 属于小兄 稍稍回想一下 2021年 这一年 我们遏制住了 新冠疫情疯狂扩散的局面 疫情下的生产生活呢 也有序开展 但或多或少 新冠的冲击并未远去 门店和实体店生意啊 并不是很火爆 生活并没有恢复到 疫情之前的水平 在2022年 有人通过这本书 算出的卦象是 水火记记卦 卦象的意思呢 就是水在上 火在下 水压火 有大功告成之一 但是呢 也要小心谨慎 对应到今年 不正是新冠疫情 对人体危害 降到最低之后 国家有序放开的政策吗 我们的抗疫政策 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但对于放开之后的 疫情感染 我们依然不能掉以轻心 当然 卦象出来之后呢 解释权在我们 当代人的手里 黄奇经事书的内容 也仅供参考而已 毕竟 在日新月异 蒸蒸日上的新时代 我们在向好的方向 不断发展 社会呢 也在隔除弊端 不断进步 我们所处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 将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黄奇经事书 和烽火家人卦 这些风水轮回之说 是古人留给我们的 智慧结晶 但绝不是 一成不变的教条 只有取其精华 去掉糟粕 才是正确对待 这些文化遗产的态度